你家有多少雙鞋? 當購物浴跟著潮流轉 有多少人願意一雙鞋穿到老呢? 但大阪有年輕人偏愛手工鞋 願意花一年時間 學做一雙可以穿幾十年的皮鞋 他們每天早上十點來到 上五個小時的課堂 每個星期就上五天 今天就有四個新學生 現在總共有十二個學生 課程為期一年 大部份的學生大約是25歲到35歲 這間製鞋學校位於大阪西城區 是大阪皮革工業的集中地 早在明治時期已經有製皮鞋的店 到了九十年代製鞋業機械化 手造鞋越來越少 一班年老職人因為這樣聚在一起 想成立一間製鞋學校傳承這門手藝 這間學校就在1999年誕生了 花田先生是這間學校年紀最大 最有經驗的導師 已經做鞋友超過六十年了 做鞋友十二個步驟 切割皮革 用釘固定鞋型 縫印鞋邊 磨滑 每個步驟都講究職人的功夫 最難就是這個步驟 把鞋固定好 用粗線把皮帶縫合鞋邊 要很用力地縫濕 否則就會入水 做鞋做了這麼多年 標準就是自己滿意 客人都滿意 穿了三四十年的客人 都會回來找我做 希望學生可以在這裏畢業之後 都可以開到自己的店 最重要是用心去做 我之前在報紙的印刷部做事 但因為很喜歡手做鞋 就過來上課 將來打算全職做鞋 畢業之後希望有自己的品牌 我之前在製造業接觸過皮革 一直都有製皮銀包和皮袋 手作是我最大的興趣 所以我辭職學做皮鞋 希望將來都可以成為導師 教人整皮鞋 機器製的鞋是很精美 但每對都一模一樣 手做鞋就有鞋像本人的個性 有不同的風格 這個是手製最有趣味的地方 未來都不會是一模一樣 沒有錯 火階的速度 真的嗎 而且同樣